现在还有最后一个主题 就是入目三分 大家再分析一下这个题目 你说一下 小话脸说一下 你觉得 你展开说说呢 入目三分这个 主要说到哪方面 主要是入目三分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人物的刻画吧 对 应该是表演 然后要选一个比较有深度的题目 也不是说要深度 就说是入目三分 他可能是在 比如说我演一个小生 或者是我演一个老生 就是我觉得要演什么像什么 对 神态 对 比如说我出场的一个亮相 或者什么 对人物的要求 对行当的要求 对吧 不一定说非得是找一个非常 很深层的戏啊 什么什么样 我有刻画人物 我觉得也不一定 第一 要让观众觉得 很热闹 就说是不要死戏沉沉的戏 我们应该选一个比较 大罗大鼓的 然后在角色上面 最后一期有特点的 那这样吧 其实我第一期就是表现得不是很好 最后一期还是我来收尾吧 没有 你表现得还是很好 对 现在不是真的 但是呢 这一期你来演 我们大家肯定会很支持你的 不是 我只想收个尾嘛 就是说 可以 第一期也是我是第一个上 不是这个算吗 没正好 没正好 第一期 我觉得应该让雷队长再上一次 因为我们都已经上过了 然后为什么要踏上 因为他是我们的队长 他必须拿出他最好的实力 对 全力支持你 那雷哥你说你想唱什么戏 马方方奎 那就马方 我觉得也不错 拿手戏嘛 对啊 是你最好的戏 那你最后就可以唱这个戏 还是算是比较符合这个话题的嘛 就是入门三分这个 就是说他表演成容的 对 对啊 我们相信你 好好好 行吗 那就定这个戏吧 嗯 可以 第一期的节目 我选的不是很满意 不是很自己很拿手的戏吧 自己还是觉得有点过不去吧 最后我还是 就是说 我来收这个尾吧 这个戏没有配角吧 配角就一个小生 一个小生 就是叫的张 我大师兄 就张师兄 对 大师兄的话 他以前也给我配过 就直接 对 这样默契一些 默契一些 那我们这一期就全部在台下 为你加油一起 我们就坐在下面 不是你们 你们坐在下面我就会紧张 那我们就走 下面没有人就会紧张 我们努力了就行了 对 对 说得好好 说得好 各位师兄弟 现在是最后一期 入幕三分 请大家为我加油 好 入幕三分 绝对八分 加油 我这个戏除了邀请我师兄来给我助阵 还有请我的师父帮我指导指点编排 眼睛都要有东西 明啊 亮亮 灯啊 光 很细心地揣摩内心啊或者是动作上的动态 还有就是那个摔拍老师的感觉 你要把你自己的能耐 你自己的状态 做出应该有的一种反应 让大家产生一种交流 一种共鸣 它才可能形成一种互相之间的一种沟通 使我服务 加油 只为 只麻烦 只杀亏 我也相信他一定能够在演出当中取得很好的成绩 希望 加油 希望 雷云战队已经准备就绪 中国有川剧 请欣赏雷云战队为我们带来的川剧 马房放魁 精彩片段 陈文谷欲夺魁府的传家宝物瑞尼罗赵 以既陷害魁佬入狱 又将棋子魁荣求于马房 并穿老仆陈荣深夜杀之 陈荣至马房杀魁荣时 见魁荣苦苦叫去求饶 又想起小姐匪陶嘱托 权衡清理后 放魁荣逃生